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0年的9月3号 跟大家播报的第一个新闻是 恭喜我们加勒美出国的客户 获批加拿大的联邦护理移民贡签 并且附上2019年加拿大联邦护理移民的数据 那近日呢,我们加勒美出国的客户 已经获批了加拿大的联邦护理移民的工签 那他目前这个客户的情况 本身是有一个宝宝在加拿大出生 然后大宝是在国内出生 现在应该是13岁左右 我这个客户武汉人 他本身就是在幼儿园从事幼室的工作 然后雅思为了考到积累5分 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学习 那最终在今年的1月份 他的雅思继累通过 并且在国内递交了联邦护理移民 就是工签的申请 8月份 8月份获批 我们这里有一个批准函 希望后期我同事能够制作的时候 把这个工签放在我屏幕的下方 因为加拿大联邦护理移民 也是我们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项目 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费用比较低 我们加拿大美出国 在今年年底之前 如果你的雅思签约的话 你的雅思承诺能够考到积累5分 那么今年年 那么这是移民的一个重大保证 我们可以以3万加币的方式 可以给你来签约 那原价是6万加币 大家注意一下 主要是因为我们目前手上有 有几个雇主 有几个雇主 客户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考出雅思的成绩 或者是家庭工作的原因 现在去不了加拿大 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就是有这样一些 有这样一些名额 好 那这是我们客户获批的一个情况 那近日呢 加拿大移民局也公布了 加拿大联邦护理移民 2019年度 2019年度的一个 这个项目的申请 总共加拿大移民局是 收到了1067份申请 在这个申请里面 移民局它只审核了82份 不知道为什么啊 可能是因为 也不能说另外的1000 接近1000份就无效 它可能是工作的进度很慢 但是我们要重点 其实是要分析一下 在这82份申请里面 儿童护理类的 是整个是有55个人递交 其中有18个人是被拒绝 获批37人 然后 在这个 护理老人类的 也就是说在养老院的工作 整体是有27个人递交 其中也拒绝了10个人 只通过了6 只通过了17个人 加拿大联邦护理移民说起来 加上雅思记类5分 那么我们给你匹配加拿大省类 对吧 境内除了魁北克以外的所有城市的雇主 然后雇主来帮您申请工签 您拿到工签 就可以登陆加拿大去工作了 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被拒绝呢 其实我们是想在这里来分析 这个事情 那基本上 要么就是雅思 没有积累的成绩 没有提供积累的成绩 可能会被拒签 这是一类 再有一类有可能是 你的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 对吧 工作经历不达标 或者是你的这个学历不达标 那我认为就是这两种情况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 第一年的这个邀请 邀请情况 对吧 当然这个不是工签的情况 这个应该是联邦 联邦移民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工签阶段 我们把这两个部分准备好 工签是没有问题 那在联邦阶段 实际上对于联邦的要求 它的要求是 你必须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每周至少工作30个小时 然后你要么是家庭里面照顾小孩 要么是在养老院照顾老人 雅思达到积累五分 对吧 那符合 然后你过去也有相关的工作背景 或者是教育背景 达到这几个条件 在加拿大工作两年 对吧 可以换雇主 可以换雇主 不是说一定要一个雇主 达到这些条件 那么就可以来递交移民申请了 所以大家都有很多人担心说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移民是不是 这个项目成功率很低 成功率很低 那其实加拿大的移民是一个傻瓜类移民 每一个产品它都有自己的移民法案 只要你符合这个法案 按照这个法案去准备 就不会有这种被拒的可能性 如果真的是被误解被拒了 我们其实还可以 最后还有一点还可以去上诉 对吧 如果我是合法的 你为什么不给我封业卡 我是可以提起上诉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按照法条来一点一点的去匹配 就这几个条件 对吧 其实也很简单 然后联邦 护理移民 对吧 整体就是这个情况 现在也有很多客户在咨询 没有工作经验或者学历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 我个人建议 因为国内没有六个月的 这种全日子的学习 所以最好的情况是 去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做六个月 对吧 在这个期间把雅思考出来 那这样来说的话 国内的这个递交工签的条件 不就满足了吗 只用在国内等 就可以等到工签 然后再登陆加拿大就好了 这是最完美的 如果现在人 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 有一个客户咨询 他在美国 今年44岁 对吧 像这种情况 雅思也不行 雅思也不行 从雅思完全不行到五分 我认为是非常难的 那如果是预算再高一些的话 我建议 如果是时间上等不了 我建议就考虑这种雅思 四分的 四分的项目 比如说像半级书啊 或者是大西洋 萨省 雇主担保 都是可以的 还有安省雇主担保 对吧 这些条件 对于雅思的要求 不高 所以说雅思是决定你 决定你 加拿大移民 能够做哪一个产品 能够做哪一个产品的一个最基础的条件 先从雅思来判断 雅思OK了 那么选择面就很广了 但是真正性价比高的也就是那些产品 好的 这个就讲到这里 有更多资讯 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那如果对 联邦护理民感兴趣 我建议大家 我建议大家 不是我不接电话 每一个项目 它都有自己的法案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一定要自己先分析 先分析 把项目吃透了 我们再来沟通会比较好 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 对吧 既然雅思要求积累五分 我认为在官网上的法案 是完全应该看得懂的 对吧 当然如果看不懂 我们也有一个广告彩图 就那一二三四 就那一二三四个条件 对吧 一 学你或者是你的工作背景 要有这个相关的工作经验 护理护工或者是幼教 第二 雅思积累要有五分 这是国内的条件 满足这两个条件 没有这两个条件 对吧 你没有学历的 那你就去准备工作经验 满足工作经验或者学历和雅思 就可以来递交 联邦护理的雇主 联邦护理的这个 工签申请呢 我们来匹配雇主 在国内等就行了 到达加拿大以后 在雇主这边工作两年 就可以递交联邦申请 当然这个雇主 不是随便一个雇主 这个雇主 他的这个 这个移民项目 对于雇主的收入 还是有要求的 对吧 他要 最好是要有房 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还有工资流水 还有他的这个收入证明 还有他的纳税记录 但这些都是我们准备的部分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项目的一个整个流程就好了 最好的方法是 虽然看似是一份保姆的工作 但是拿到工签以后 那么配偶可以获得开放工签 子女可以免费学签 那么就可以快速登陆加拿大了 对吧 那叫什么 那叫先安才能得 对吧 那么我们先 先先让自己安定下来 然后再来再来等待 这两年时间的达到 对吧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 只要你有恒心 也有意愿 把雅思考出积累五分 那么联邦互里面 那它是一个好的项目 好的 有更多资讯 欢迎您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的客服微信是 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感谢您的收听 对我的节目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直播频道 谢谢